SBL球季即將開打 小飛人劉鎮 超級新秀周一翔 還有街頭籃球出身的朱毅宗 在備戰新球季的同時 也不忘投身公益 準備參加十月中的遠通杯 三對三籃球賽 為偏鄉學童盡一份心力 我覺得就是我們籃球員 就是來做一些公益的活動 其實對我們這些球員 其實滿加分的 然後其實我們也很樂意這樣 就是為這些小朋友 做這些事情 我除了打籃球 我還會丟中場 幫小朋友贏手記 希望這次活動可以教一些 比較偏遠地區的小朋友 一些技巧 然後投籃方面的 知識 對 讓他們可以球打得更好 然後將來有機會 可以跟我們一起並肩作戰 除了做公益 對球員來說 最重要的當然還是 即將登場的SBL新球季 劉鎮和周一翔 今年都代表中華隊 出戰多場國際賽 得到許多寶貴的經驗 對接下來的賽季 也有新的目標和期數 其實這次國際賽 滿明顯就是 自己的身體碰撞 那些都是很明顯的不足 所以回來 就是可能就只針對身材 這方面就是在做之下講 幫助球員拿好一點的戰績吧 對啊 自己就 先擺在第二 擺在第二個吧 看到三位球星為公益小試身手 球迷朋友想必也開始期待 新一季SBL他們更精采的表現 未來體育新聞採訪報導